OK 好 那 那因為老師我叫我去run那個 formesis 的硬力 然後我現在已經把它改成那個一般式 因為 因為上禮拜 上禮拜我的 我的計算式裡面就只有 只有normal而已 然後目前 然後一般式的那個 算法就是 就是趙老師那個paper 就是 這邊 前面這邊是share 然後後面 後面再加上它的 它的normal 就是 並在一起 對並在一起 就是它的formesis 的一般式 然後去 就是也把它算出來 這樣 然後 然後就是 就目前已經跑完 200 因為我是 讓它run 200 個結構這樣 好 大概開一下 我 我目前一樣也是先用那個 幫potential去測試 這樣 然後一樣這邊就是要選那個 formesis的 引領 就是計算後的 然後再 調整一下它的範圍 一旗 你會不會 出現 有些 的 要是 你會不會 把那個 問 有些 的 有些 會不會 打 大概是假,對大概是假,然後這邊是已經拉斷了,直到後面那個都分開這邊就拉斷了 對,就大概是假的,假片在斷裂的地方會比較深,不過沒關係啊,你這個有call show的燈突然會很奇怪 有,就是開始會看到一些,到時候會看到紅色的,有一些紅色的,對對對,到最後一筆有看到紅色的都出現了 就是在這個斷裂點,可以看到 OK,等一下國畢,你現在確定能解除了嗎? 呃,如果你現在用之前的,之前你有NPT嗎? 對,應該說我現在已經在那個,就是我這邊是DFT了,我已經label出來了 因為我label應該是全都可以label到,所以,拍一下好了 就是用我之前改的那一版? 對,就是上一版,因為我最,我幾乎都出了啦,所以他應該都label的到,對,所以 就是X,Y,Z,全部都考慮進去嗎?然後還要剪掉XLaw,YLaw,ZLaw 呃,對,這個是老師的那一版,老師那個改,改,跟改那個 現在改? 對對,之前那一版,我前幾天改了 所以,然後,然後因為我,我前天有發現的問題就是,我沒有,我的DATA檔沒有加X,因為我是正教人,所以我沒有加XY,Z 對,沒關係,現在這新版全部都會幫你改過啦 但,但因為我,我這個測試了,我是有先把它架上去,所以他,他目前都有裝上去 對,然後,然後他裝上去之後,他目前DFT跑的也都,也都沒什麼問題,就是這 對,所以有問題,不要改受的時候,你反應給我,我再進去看原因,我現在改的版本就是說,你不管,你給的DATA檔有沒有那個XY,那個,如果沒有,會自動幫你把它補上去 OK,好,然後,然後就是,那個,他現在的聲音Buds已經都沒問題,因為上禮拜是他,他只有一個字,他少了一個字 對,因為你沒有X,對對對,所以現在就都解決了,都沒問題 然後他的,這個DOT也都跑了出來 就是,現在就是,我在等他,將這個,這個跑完的DOT的結果,把它,拿去,拿去再全0 然後看,他會比較好這樣子 但我應該是先停掉,因為,他這期還蠻多比,我想說先測到這個Case 而且,而且我那時候,我身邊的設定是設,Label最多15個 所以他其實會等蠻久,我想說再降 對對對,因為我,因為我現在是全部Label的到,所以 所以一次就15個Case,所以我覺得這樣子蠻久的 全部都Label的到 對,因為我的,我的OUT檔是,是每個都符合的,所以 每個都符合,然後都符合在,符合在那個,Label裡面 所以變成說他,現在所有都Label的到 那我想說,再降低一點,不然會Label太多 欸,這樣會算蠻久的,不到到 所以這邊是,0點,你是設0.05到0.15 0.05到0.25 所以,變成說應該從100,從100以後就開始都大概流貨到 對對對 所以,我現在應該再少一點,不然 我,我,這樣會等有點久 看一下你第0,你是拿進去全0的,只有被Label到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已經,這個很低了 OK 0.002 啊我最低的只是射0.05 所以他第一筆是Label不到 因為他太低了,所以他不用再Label 欸,對對對 那,所以你的最低點要射多少,0.1 呃,Label少一點這樣 0.1的話 0.1大概只有這一筆會Label到 那,要射多少 因為,因為已經,其他都太低了,所以 所以就 不太有Label 0.1 0.08 0.09 OK 就是在調一下他的那個 那個 上限這樣 對,因為我是目前是 上限,還是下限啊 下限 因為現在Label到是因為 下限下限 對,下限 所以就調多少0.08 0.08 OK 就像這一筆就 就Label到 對 就這樣 對,我有0.07 其實都在邊緣 對 因為我其他筆也都 都差不多這些值這樣 這邊又更好,這邊就有複了 所以 然後他 他MPT 就是他MPT也都是穩定 對對對 欸這個,這個有炸開 奇怪 但,其實他其他都沒有 我看一下 對這就沒有 剛剛那個就有 嗯 那是有哪裡不一樣 壓力 差壓力而已 喔,太高了 嗯,差壓力而已 壓力大就會 封解 嗯,再差壓力 OK 好 因為 我看他的FD腰也都是那個 就是 對 就去表示反應真實的現象了 嗯 因為這個都已經算很低了 對 那就去表示 那個壓力下 確實真的應該 DFD狀態會崩潰 會崩潰 會崩潰這樣 嗯 因為這邊是到1萬 OK Vertial是到1萬 然後 然後我有發現就是 我在12code run dbgen的時候 他圖都畫不出來 所以變成說 我都要在那個 Mate product data裡面去畫 喔 然後 所以12code 不行 嗯 就是12code他的 Mate product 畫不出來 啊我在其他的 其他的partition run就畫出來 欸 所以不會比你那個 Pythoncode寫好 是不是 在Data上面畫 嗯 需要改什麼嗎 嗯 就是把那個 我們要的 因為比如說 我們現在是run的Initial 然後或者是Idle 0.1 就檔名改一下 改檔名而已 對 然後這是 這Energy 對 對對對 然後這邊好像應該有 已經有到 9000多筆 我看一下 你對那個Pythoncode 是你重新 稍微改寫一下 沒有沒有 因為 老師那樣就可以用 就只要改檔名 就可以用 然後我目前 這邊Initial 已經有9000多筆 因為 我一筆 Bcmd run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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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9000多筆的Data 然後 然後他目前的 就是你 你做了9000多筆的DFD 對對 已經 所以變成說我現在 9000多筆還是 都蠻穩定的 都貼在現在 這邊都是9000多筆 這邊都是9000多筆 對對對 他Energy是 很準 因為我Energy的圈寧已經到 然後 已經到 已經到 負5了 就是已經到 負4負5 然後那個 然後FORCE都是 一樣都是在負2這樣 好 對對對 所以 國賓的快解錄了 全靈的快解錄了 呃 因為我目前是放 因為我 我現在看我Bcmd 可以到2萬多筆 我目前是 這邊是先放 9000多筆 對 包含有這些 這邊 老子之前有叫我做這些 拉伸壓軸這些 對 然後 然後走到這邊 有9筆這樣 對 啊我目前就是 慢慢反 對 等 等 就是等 等我 因為我目前Bcmd都 還在跑 等他這裡都RUN完 然後 然後182這邊 這邊也RUN完 應該 應該就都結束了 對對對 對對 還需要多久 可能 在一個月 一個月內應該 應該跑完 因為有些還在排隊 阿 因為他可能RUN RUN起來可能要RUN個半個月 但是因為他還在排隊 對對對 但他還在排隊 所以變成說 因為排隊只剩3個 4個 對 阿這些已經排下去好了 對 我比你說 3個4個 可是你今天不是都還在排嗎 這邊 這邊 這邊是跑拉伸壓錯 這比較快 對 這幾個小的結束 就是我MV 算出來要做拉伸壓錯 對對對 阿這邊的話 是 就4台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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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大概現在剩4台 還在排 其實他都已經在RUN了 那4台 到時候排完 RUN完 應該就 是在RUNMP是不是 對 是在等MV 然後是200部 我是射1000部 因為我 我有看Payple文線上 他們是 他們 其實他們用BUD 他們就RUN到1萬部 他們的那個 在跑NVT NVT 但是我們應該沒辦法RUN那個檔 對 所以我 我是用它1000部 對 好 然後一個Fail就成了 對 因為 因為我看 這 增加回來第一次BD 看加到多少 就做一個 2段 應該不用全部都RUN了吧 喔 OK 對 以前部應該RUN個 有RUN到5600應該Case OK 應該不會差太多吧 應該是不會 OK 因為我現在的Case應該已經夠了 就是 嗯 9千 因為現在已經9千多比了 所以應該也算夠 對 對 OK 好 我再觀察一下這樣 對 看他第二次RUN完 因為 RASER就稍微空點啦 呃 因為我在 因為我在 我這邊 這邊RUN完應該就都沒了 對 我相信都剩這些而已啦 對 9 應該有9比10比RUN啊 對 好 OKOK OK 那國畢你就可以把 我們Payple裡面那個 Simulation Model那邊 到底有多少筆 解構嗎 幾種形式 你可以調列自列一下 嗯 OK 然後 Total總共多少的DFD的Data 然後我們Label了多少Data 他們 他們 寫Faber 有一個就是在做CV券的時候 考慮了多少筆的解構檔喔 MD一副就算一個解構檔 對對對 對啊 那所以總共我們RUN了幾種Case 自己統計一下 他們那個 最後都寫得很嚇人 嗯 比如考慮了幾千萬個的 結構 然後最後去的DV券 率出多少筆 Label到多少筆 嗯 嗯 OK 那我 就是 等我這一Case 算完後 我再那個 好 我再統計一下我的Case有多少 對對對 但 但 就是目前 九千多比應該去跑 應該 還算夠 對對對 但是我想說 等這一RUN完再加進去 看會不會更好一點 好 嘿嘿嘿 然後目前 目前大概是這樣 所以老師只有改那些抓Input裡面的 對 就是方便大家準備Initial的時候 不用再去額外準備那些DATA DAT 嗯 OK 因為我的 因為我把原本 我就是把他寫在那個範例裡面 然後 把老師的那個腳本 標記起來 他就 不會再 就不會有錯誤了 所以現在 我現在這個腳本 這樣跑應該也可能 所以我再試一下好了 好 然後 報一下Paper 就是 我這禮拜說的Paper 是在做這個 一個系的 二氧化系 然後他一樣來做這個Machinery的Potential 對 然後 然後他們是有特別講到 這邊有特別講到 就是 就是有那種Bucket的Potential 他會有產生一些系統的誤差 就是會比較不準這樣 然後 然後他們是 他們這種 FACE 他們是用FACE材料 他們是從這個 IDA的這個 網站裡面去 拿到的 然後他們這邊 主要是去做幾個方向 是有這個 EOS 然後還有PDOS 這些 等等 然後還有一些Bot Module 以及Share Module 然後 他們 他們這邊是說 他們的AB initial 就是他們在做AIMD的時候 他們的這個FIRUL 他們Stress的DATA 他們是 不拿進去訓練的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們這邊會拿 跟一個傳統的Potential 叫BKS 的FORSFIL 去做比較 然後他們也是用這個 Dependent Key 方法的話 他們一開始DFT的NVT 是用這個Bug去做 然後他們也是用 GAMMA的 他們是用GAMMA的Paypoint 去設定 然後 平面波是設400Db 那 他們的溫度也是設在 3600 900 然後 10個 他們Label的時候 是10個 Tight Stable 把它Label出來 再用Label出來 對 然後他們 平了之後 再做這個升溫 從298到1000K 那在這個Model的Trending 他們一樣也是用Dependent Key 然後他們的CALF 是設60 然後Smooth的CALF 是設50 那他們的Trending的步數 是設2000萬 就是2乘以10的7次方 2000萬 對 他們的Trending 他們是Dependent Key 但他們不是用Dependent Key 但他們不是用Dependent Key 但是 準備Data 就直接用Dependent Key 2 然後他們的 2000萬 對 他們是10的7次方 2乘以10的7次方 的State 然後他們的Label是設 5的10的4到5的10的復法 那他們的權重也都跟 就是Defaults都是一樣的 就是Energy0.02到1 然後Faults是1000到1 然後他們的這個流傳也都大概是差不多的 那Trending的話 他們的Trending的結果 這是在Energy 然後這邊是Faults 也都是相當主 然後 然後我們拿Defaults 就是跟 對 因為我目前也是大概是這樣子的 然後 Defaults跟Defaults的準度 他們說是有的 這樣子 然後 他們有拿這個傳統Provencial 跟Defaults跟Defaults都是差異比較大的 然後去做這個 這個8.9 8.9在這邊 也都是可以看到Defaults的都比較好 然後 然後 Defaults跟Defaults 還有BPKS 他們在這個EOS上面 也可以看到 BKS比較不準 然後他們有 有拿 就是拿做 高硬度的8.9 可以看到 他們是說在 60GB 之後 會產生比較不準的狀態 就是從 從這一塊可以看到 在這個 Defaults Defaults 有Defaults 可以看到 然後 也是 從這個 狀態密度也是可以看到 就是 BKS比較不準 然後 Defaults跟Defaults 就是蠻不準 然後可以看到 就是 他們這邊有說 他們這邊是有計算能量的去做它的 這個8.9 Defaults Defaults 然後旁邊這兩個是有去計算它的 印力 就是Fyro 可以看到它的 就是蠻不準的 然後 然後他們這邊有時候說 他們在這種 Defaults的計算上 可以看到原子越多 它這個 計算效率會提升的 越高 越高 結論就是說 他們 一樣Defaults跟Defaults 有得到蠻好的 然後 就是說 如果說 這種硬度大於60gpap的話 會產生比較不準的狀態 這樣子 對 大概他們講 OK